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鱼根笔记,进入生活,分享喜悦 刚刚从我的身后的这个Cherry Tomato上面收获了不少不错的西红柿 然后我也看到了我们种植床里的这个Roma Tomato 这个也已经开始这个发红了 那么大家也看到我地上已经捡了一堆的西红柿的枝叶下来 那么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在你的双冻日到来之前,使得你的西红柿尽快的成熟 西红柿的种植啊,根据你所在的区域不同 大家都会同样面临一个双冻日来临的问题 那么像我这边,我所在的城市 我们这边的双冻日是在九月中下旬 我差不多还有五周的时间 那么我们预期的第一次双冻日就会来临 那么对西红柿来讲,一旦这个温度降到零点左右 它的这个植株这个根茎就会被冻死停止生长 而如果你的西红柿还在这个果实,还在这个枝叶上面化 那么它就不能自然成熟 那么关于如何查询这个每个地区的双冻日 我会在一个视频下面的介绍里面 贴一个在北美地区你可以很容易查询到你所在的地区的双冻日的具体的一个时间 你可以使用你所在区域的六位数字的游边输入到这个链接里面 你可以具体知道哪一天你们这边是双冻日的来临 那么对于西红柿来讲 我们要确保在双冻日来临之前 能够尽可能多的让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西红柿更快的成熟 那么今天我想简单的介绍几种能快速的让西红柿成熟的一个方法 那么常见的一个方法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通过修剪的方式 那么修剪有几个细节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去对这些植株打顶 把这些顶部的离开最上层果实上面留一些部分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打顶 我们这是cherry tomato 我们也可以通过chop这个顶部 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植株应该停止生长了 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需要去修剪掉 目前的还是花絮状态 没有挂过很明显的所有的花絮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我以这株为例 我这个旁边都做了一些修剪 那么把所有的侧枝 这种还是花垒的 没挂果的 那么实际上如果它正常去按照四五周的时间 它可能还是挂一个很小的果 那么没有机会去成熟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把任何的这种目前未形成果实的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把现有的那些果实 继续蓬大一些能够快速的能够自然成熟 关于修剪的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尽可能多的 把所有的果实下部的这些枝叶 就像这个cherry tomato一样的 把所有的这些下部的枝叶全部打光 那么对这些往下垂的 任何的发黄的 这些发黄的枝叶 尽可能的去做修剪 那么我这边的这个Roma 刚前面已经做了一个 基本上比较干净的一个修剪 这里基本上已经只是 我们尽可能留了少许一些枝叶 顶端侧枝和大多数的遮挡阳光的这些 枝叶全部的去除掉 那么通过这些简单的修剪 那么我们希望的是 让这个果实能接受更多的直接的光照 然后向这个植株传递一个 你需要更多的去 把它的种子 也就是果实里面的这些种子 让它繁衍后代的这些果实 去让植株开始进入一个催熟的一个阶段 我们去打顶 有点可惜 当然 但是我们还是要对它进行 因为时间不等我了 如果你所在的区域是 这个霜冻日在12月份才来临的话 你还有很多的时间 让它继续生长挂果 那么作为加拿大 我们这边只有可能五六周时间 霜冻就要来了 所以我不得不去 对现有的这些枝叶进行修剪 那么在修剪当中 所有的这种病叶残叶 是优先要处理掉的 然后 必要的打顶 对每个分叉 我们进行必要的打顶 这上面都已经 都已经有效果了 那么对 cherry tomato 我可以给它一点机会 让它继续再长长 那么除了修剪之外 我们还有两个 常见的办法 可以加速 这个西红柿的一个成熟的速度 那么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就是让这些西红柿的植株 过得不怎么舒服 那么这个方法 就是让它少浇水 我的建议是你比 平时浇水量减少一半 那么通过这种方式 植株就会感受到 它的生命要接近于尽头了 所以它们会把主要的能量 提供给果实去成熟 还有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 是通过扭植株的根 那么通过旋转 这个有点庞大 通过根部的扭动 让它稍微不是把它扭断 是撕裂它一些底部的根系 通过这个底部的根系的扭动 你可以撕扯它的根系 那么这些植株就会 通过这种方式 那么植株就会传递一种 这个也是一种 我的根系受到损伤了 那么季节到末尾了 那么我们需要继续去成熟 加速这个果实的成熟 那么对于这个 这些自然成熟的果实 我们都知道它的味道会是正好的 但如果这个霜冻来临之前 那么你的果实还没有成熟 实际上你还是可以 把果实 这些果实绿的时候 全部摘下来 那么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 你比如说通过 放在一个密闭的箱子里面 放上一根香蕉 放上成熟的苹果 那么它们会释放一种 特殊的气息 能够帮助 这个西红柿 最终成熟 那么从口感的角度 我个人觉得区别不是很大 特别是像Roma这些 你可能主要用来是 做西红柿炒蛋 这些为主的话 那么实际上我觉得 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 如何能够在比较短的种植季里面 收获更多的西红柿 还是提两个建议 一个建议呢 是你尽可能找的育苗 也就是说 如果你有种植灯的系统 那么你可以在实际 可以种到你的种植床之前的 8到12周提前育苗 那么室内的种植灯系统的支持下呢 这些苗等到合适种植的时候 它已经比较早的进入一个 这个生长的阶段 另外一个办法就是 你要尽可能去选择枣熟的品种 通常你去各种园艺店 这个种子站上面 那么我建议你可以选择这种早熟的 比如说50到60天能够成熟的 西红柿的品种 如果你这边的种植窗口比较紧的话 特别是我们这边加拿大 以上那么我关于这个 如何有效的加快你的西红柿的成熟 简单的方法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享 请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那么请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